新政府執政10日職有计划利民书困 面对人口老化和贫富懸殊 劳工及科理局局长张建宗 接受专访时透露 已经成立专责小组 研究落实特首梁振英 在正缸中提出的 长者生果金特为张贴 备有需要又符合指定要求的长者 每个月可以得到2,200元生果金 等同月月出商量 65-69岁长者 申领生果金要资产审查 张建宗表示 会研究将门栏设定 给申领纵揽宽松 在扶贫方面 张建宗指 政府提供的就业交通津贴 只有4万人申请 不足2,000人正在领取 原低于政府预期 决估计放宽入息限额后 申请会增加 但到10月检讨时 申请冒险住上升的话 政府可能会走多步 暗示可能推行双轨制 即是除了家庭外 也容许个人申请 增加受害人数 ON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